嗨,大家好,我是Susan,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园艺爱好者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我想去店里看一下肥料和沙虫剂 如果你也在这方面有选择上的困惑 那就和我一起去吧 好,先让我们来看看肥料 这是海藻 鱼肥加海藻 鱼肥加血骨粉 这些呢,都是浓缩的有机液体肥 两升可以用100平方的菜园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不同的肥料 如果是为了开花结果呢 我们就选鱼肥和血骨粉 那如果是刚刚一好苗 为了促进植物的根系发展 我们可以选择海藻 那鱼肥和海藻呢,其实这两种作用都有 同样是鱼肥和海藻肥 这两瓶小的呢,是专门给玫瑰花和柠檬树的 这个呢,是有机的钾肥 硫酸钾,我们看下面 淡磷钾,钾41 而且呢,它里面也加了海藻 不过呢,这个不是液体肥 是颗粒状的 这种肥料的针对性就很强了 如果你能确认你的植物缺钾 甲元素严重不足,需要补甲的话呢 毫不犹豫的,应该买这种肥 这个呢,是白云石石灰 可以给土壤消毒 还有调节土壤的酸解平衡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牌子 我会把怎样给土壤消毒 这期视频的链接呢,放在说明栏 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石灰给土壤消毒 这个呢,也是雪谷粉加海藻 刚才呢,我们看的是液体的 现在是颗粒状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和不同的需求 选择不同的肥料 这些都是有机肥 当然,如果你的菜园比较大 价格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自己做有机肥 既环保又省钱 这上面是给草莓 各种berry 还有番茄 这边这是什么 土豆 这是给玫瑰花的 这些肥料的针对性呢 都特别强 那如果你是有特殊需要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些 有特别添加的肥料 这一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 复合缓释肥 这是鸡粪和羊粪 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个呢,是羊粪 是我今年一直在用的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啊,没有 鸡粪和羊粪的混合肥 我们自家小菜园啊,其实买一包能用很长时间 我家里基本上所有的菜呢 都用羊粪或者羊粪和鸡粪的混合肥做底肥 这个呢,就是我用来给土壤消毒用的 白云石石灰 它含有钙和鎂 它的价钱是17.49 这是同一个牌子的另外一种石灰 它的成分是碳酸钙 它呢,只含有钙,没有鎂元素 所以呢,价钱也相对便宜 只有9.98刀 由于我们自家小菜园呢 其实用量非常少 像这样一包石灰呢,能用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选择了含有鎂元素的白云石石灰 因为我个人觉得啊 一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啊 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去呢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种Neemtree的颗粒 Neemtree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树 我们今天呢,先不谈它的保健功能 那对于我们的小菜园来说 它是天然有机的杀虫剂 像牙虫、浅液虫、戒壳虫、粉湿等等等等 它都可以防治 同时呢,又可以防治白粉病、碳菊病、嗅病等 它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防治其他害虫的同时呢 不会对我们的蚯蚓造成任何伤害 我的小菜园里的害虫呢 目前没有泛滥 如果真的哪一天泛滥了 我需要防治的话 这是我的首选 刚才呢,是颗粒 这个是油 如果我们要防治叶片的病变 就要用它了 这个呢,是一个捕捉鼻涕虫和蜗牛的小陷阱 旁边呢,是一种防止蜗牛的一个小障碍物吧 你可以把它粘在这个菜床的周围 不过这两个我都没有用过 下面呢,就是蜗牛药 不过这些我都不太用 我家里的蜗牛防治最主要靠抓 当降低密度之后呢 其实还是很好控制的 这些呢,都是有机的杀虫剂 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兑水 然后再喷洒 后面都有比例 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些图片 你可以对照着看看家里的植物 是不是生了这些虫 这个也是一种 不过呢,它已经给你兑好了 你只要回家直接就可以喷了 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下面的价钱 刚才那个呢,是浓缩的 虽然费点事儿需要兑水 但是如果你的菜源很大 用量比较大的话 那个是比较划算的 一圈看下来 有机的肥料和杀虫剂的选择还是很多的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